那截止目前为止 伊朗总统莱西乘坐的直升机发生事故 街上人员情况未明 搜救工作正在全力展开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事件 土耳其以及欧盟委员会 分别应伊朗的要求 派出夜市搜救直升机 以及启动卫星地图服务 以协助搜索工作 目前土耳其的无人机 已经进入伊朗领空来协助搜救 而俄罗斯就表示 将会派遣两架飞机 一架直升机 还有多名的救援人员 来帮助援所 那么另外呢 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表示 正在交集等待安好的消息 并为伊朗和莱西祈祷 而印度总理莫迪 也对于莱西直升机事故 表示担忧 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兹 则表态称希望莱西 以及他的随行人员平安无事 伊朗总统莱西乘坐的直升机 发生事故前 刚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一同出席大坝落成典礼 阿利耶夫表示 对直升机要紧急迫降的消息 深感不安 会为莱西和其他代表团祈祷 阿塞拜疆作为邻国 朋友和兄弟国家 随时准备提供援助 另一批邻国家伊拉克也称 已经指示内政部 红星月会和其他相关部门组织 为伊朗的搜寻任务提供协助 多个中东国家 包括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 阿联酋 科威特等都表示高度关注事件 已准备好提供任何援助 俄罗斯及土耳其同样表示 已经准备好为搜寻直升机 和调查事件原因 提供一切必要协助 其中土耳其称 以应要求派出一架夜市搜救直升机 到现场协助 同时派遣了超过30名登山搜救人员 另外伊朗也向欧盟委员会提出援助要求 委员会随即启动卫星地图服务 以协助搜索工作 美国方面也表示 正密切留意情况 美国总统拜登已收到事故简报 复活卫视综合报道